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6号在基隆登场 陈珍邀请全国的朋友们踊跃参与 一同感受这场渔业界的年度盛典 全国渔民节系列活动记者会上 颁奖表扬度大于其着色比赛得奖者 现场还有灯火渔船手作DIY 为9月6号即将登场的全国渔民节庆祝活动 揭开序幕 因为渔民是全台湾最重要的守护者 我们基隆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城市 我们的渔民在这阵子我跑了很多的公寓 进了很多的里长 看到了我们的渔民的可爱跟努力跟用心 我才觉得我们能够争取了 差了18年 民国95年海大办过一次 18年后我们可以再办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每年的渔业产值大概有900亿元 渔获的这个重量有89万公吨在去年 所以我们基隆港呢 当然办也在这个相关的产业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每年渔获量也达6万公吨 排名全国第四名 是不是给我们基隆一个掌声好不好 相隔18年之后 全国渔民节庆祝活动将在基隆举办 除了有全国模范渔民颁奖表明之外 基隆区域会用心规划 举办环岛石渔列车宣导 助大于其彩绘活动 加镇系列课程 及渔村文化走读等内容 希望让民众认识台湾的渔业文化 最主要是肯定渔民过去一年来 对渔业的贡献跟信心付出 提供了优质的水产品给国人享用 那今年的全国性移民节 由全国仪会跟基隆七一位合作 在基隆这几办 那9月6号办理庆祝大会 那也会颁奖某万移民跟优秀移民 欢迎全国民众来到基隆 基隆七一位 全台湾的产子有60%都出自来 基隆 我们的小姐们都是从船上抓上来 都是结束冷冻 新鲜美味可口 所以说欢迎全国 各位朋友们永远来基隆 值得一提的是 基隆区域会环岛列车 前进30个偏乡地区 将锁管带入校园 让孩子们认识棒授网 渔业文化 我们基隆区域 一个承办单位非常用心的一个规划跟筹备 办理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一个活动 比往年都更丰富更多元 而且很早就启动 那你像我们的这个全台的食鱼列车 包括说我们的料理竞赛 包括说渔村小旅行 大鱼旗的一个竞赛等等等等 那社会各界 包括大家都非常的热烈的一个餐历 那像我们这个食鱼的环岛列车 我们到全台湾各地的一个偏乡 包括最高到我们阿里山的这个乡林国小 2195公尺的这样一个最高学府 去做这个食鱼的一个推广教育 而且我们很感动的是 我们到学校去做介绍的时候 跟小朋友互动餐历 他们很多说第一次吃到 我们这么好吃的基隆的一个小卷 我觉得这个相当有意义 那所以说今年的相关的一个系列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 除了说渔民朋友的参与 我们希望各界多多参与 多多了解 了解渔民节的意义 而且了解我们渔民的一个辛苦 我们很好很多的鱼餐品 而且这些鱼村这些年纪长者 他们因为可能会行动不变 或是爱出门 所以我们做了长照 希望到各区各里去 昏花 让他们吃到我们优良的宜餐品 也细心的去关心他们 问候他们 全国渔民节表演大会将在9月6号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办 现场同步有渔会家政陈国展 灯火渔业首作DIY 说故事 基隆区会绿色照顾陈国展 渔业数位典藏纪录片 和渔民产业论坛等系列活动 晚间将在湖展3会释放高空烟火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最近来看基隆区会 食鱼环岛列车 开进新北市新兴国校 透过食鱼课程 教孩子们认识渔获 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 同台登场的小卷草面 让孩子品尝到新鲜的海味 小卷 中卷 套Q 泡管 到底要怎么分辨呢 让专家说给你听 那他们其实都可以称过叫做锁管 他有什么性啊 各位刚有问到 他如果有灯光照他就会这样 把他吸引过来 第一次摸到小卷 小朋友们好兴奋 除了分辨小卷特性 还认识小卷的身体构造 再来材料有那个蒜头 对 然后葱 高丽菜放进去 从认识眼睛身体构造到如何上餐桌 课堂上借用余会的讲师们亲自示范料理 那我们再拌一下 清洗好的小卷爆香清炒 搭配蚝油 酱油放入包里菜 旁边调下去拌炒 一整锅的小卷炒面 简单料理就可以美味上桌 今天的主角是小卷 几次有没有吃过 没有 那感觉怎么样 很好吃的样子 今天上了做墨鱼炒面的课 我觉得很新鲜 因为第一次看过这么特别的料理 我觉得很有趣 我回家想要做给爸爸妈妈吃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 但是小朋友其实对海洋 对于渔民的生活什么都 其实都 其实都蛮陌生的 对 然后今天我看他们反应都很好 就是看到那个小卷啊 透抽 还有老师们介绍了这些生物他们的构造啊 然后甚至还你们还请人来料理 然后各种感官上面的那些就是学习这样 对哦 这真的是我觉得基隆区这个渔会这个活动 真的很有诚意 金奥石鱼环岛列车来到新北新兴国校 不但带来石鱼教育课程 教导小朋友认识台湾渔业 分辨小卷金鱼捕捞技术 还将石鱼列车开进校园 让孩子们可以开心的品尝新鲜又美味的小卷炒面 我学到如何分辨鱼的品种 还有 然后怎么 怎么钓小卷的办法 就是怎么分辨花青云和白 怎么白负青云和白负青 还有呢 然后学到怎么扶桌型 那今天我们是透过一些简单的影片 鱼具鱼法的简单介绍 还有我们的天才小钓手的鱼教娱乐活动 带给我们的同学啊 学生一些简单的石鱼经验和教育的教育意义 也让他们有直接可以看到现场主食的一个状况 那去了解我们这个小卷的一生 也了解我们怎么分辨这些投足类 鱼具鱼会石鱼环导列车开进新北淡水校园 带来新鲜的小卷炒面 让孩子们从课堂中认识小卷 品尝道地的小卷炒面 让台湾石鱼教育重小扎根 为了让阅读活动变得更有趣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 特别在9月和10月策划了 海塔知识的阅读主题市集活动 并结合寻宝集张换猴礼 让阅读活动充满了互动性与知识性 我们从入口的地方 就是会在扇形广场的部分 一进来在9月的部分 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创作区 为了让阅读变得更有趣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 在基隆塔周边廊带的 竹谱坛广场和扇形广场 策划了海塔知识阅读活动 9月21到9月22 10月11到10月12号 共有四天的互动体验市集 即日起还可以拿着特色DM 寻宝换猴礼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今年重新的升级之后 我们就希望它有更多的活动互动 不单单只有试来去看了解阅读 而希望它可以走入基隆 所以我们这次两场活动 都有结合我们国门广场的 大型的一些活动去做整合 那这整合的过程呢 我们当然就希望透过 集张的方式 或者是走读的方式 报名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基隆其实在这 这一年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 不仅是我们有共读基隆这个牌子 那更多我们希望 透过集张的方式 走到我们 可以已经在做推广 跟更多不一样的 一个复合式的一些书店去看看去了解 所以刚刚的集张活动啊 的互动在地变加的去探寻 现在就可以开始 然后在市集当天两天 我们其实每一场市集都超过十多场的体验活动 所以呢大家来其实也不会想说 阅读好像你都是要看的书本 它的体验活动很有趣 然后因为我们会准备好共享舞台的场域 让大家可以去展现 然后小摊主呢也是我们特别想说九月就是希望说 孩子们也可以把他自己的事情 进行一个摊位的展现来发生 发出他想要发出的一些活动跟行动 所以其实到现在已经有蛮多亲子家庭 他们有来支持 然后就会去推动说 或者是在地的协会 他们是关心孩子们的协会 所以他们就会带着孩子想说 我们从练习怎么成为一个小老板 然后当我们先不从开一间店开始嘛 我们其实变成这个市集的 台塔市是一个平台 让大家来做一个 当我当小摊主的练习 阅读系列活动也藏有许多小巧思 像是特色DM寻宝图 还可以折成小纸船 当成装饰品相当有趣 发挥互动与创意的精神 要让大家以多元的方式来阅读基隆这座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未来要精进义警同仁的训练并凝聚共事 基隆市义勇警察大队113年教育活动 在基隆市体育馆举行 市长谢国良特地到现场参加教育仪式 感谢500多位义警同仁 协助基隆各项大型活动的举办 维护秩序与安全 画面上是基隆市义勇警察大队113年教育活动 市长谢国良亲自参加 充分感受到义警同仁的团结精神 担任义警顾问的张耿辉议员和勤政议员 也到场勉励所有义警 义警大队大队长郑景周表示 这是一年一度的训练 以精进义警执行勤务的观念与技巧 将近500位的义警齐聚一堂 进行逮捕术跟交通指挥手势的演练评比 这段时间有经过几年没有校业 都是在警察局大理堂上课 我们今天SARS过 我们就是请我们所有的义警弟兄 出来我们校业演练一下我们的交通 还有等一下有交通指挥术 还有我们的警棍署的演练 自安的优良是施政的根本 没有基本免于恐惧生活环境 任何辩明措施优良经济的政策 都是无用的措施跟政策 所以我们今天在体育馆校园中 看到各位义警弟兄 各个展现英姿焕发的面容 充分展现维护治安的决心 我们是不是给自己个热烈的掌声 有效 而且有战斗力的来完成 毕竟我们疫情 还有我们相关的邪情名利 都是我们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份力量 当我们的国家社会 如果发生相关的状况 我们大家自然就会 挺而来为国为民 来保家 护我们的自己的家乡 在地方上跟我们大家的夫 这个精力有限 民力无穷 完全基于我们的这个加盟治安馆 掌握各位的一个权力的资源 感谢大家 祝大家 谢谢你们 有限民力无穷 这时候充分的发挥 这么多的好朋友 长期来支持我们交通 交通道的贡献 真的贡献良多 深圳之功 感谢大家的辛苦 谢谢大家 所有的 我们的市政府警察局的勤务 很多都是要我们疫情来帮忙 包括我们后天的 全国大建的 疫情市中店 一百八十几个 疫情都勤务出来 支援我们的交通管制 还有人员的 也朝日的管制 包括每年的 东黄 就是在我们冲安的时候 我们疫情所有前世 五百多个疫情兄弟 也会出来协助我们 市政府警察局 担任东黄演出 所以说我们平常所有 就要实时把我们疫情的 情务信念好 警力有限 名利无穷 易勇警察大队 是全民国防的重要一部分 对于社会整体的治安 以及紧急状况应变 发挥相当重要的力量 市长谢国良 相当感谢 易景同仁坚守岗位 协助基隆各项大型活动的举办 发挥热心奉献的精神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市政府与故事工厂 首次合作的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 在一连串课程的扎实训练后 36位学子在信义国小进行成果发表 将童话故事改编 生动的演出 参与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的36位学子 在六天课程的扎实训练下 进行成果展演 我可是神跟精灵 演出成功 基隆市政府与故事工厂 首次合作的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 成果丰硕 参与学子们从一开始的害羞 到现在站在舞台上 展现自信与对表演的热爱 让在场观赏的营队老师 与家长和贵宾们相当感动 对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还有你们很多那种 很自然很可爱的反应 就是像我们这种表演过很多次的 是很少会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在你们身上 就是有那种很自然 又很讨喜很可爱的反应 我觉得你们真的好棒 给你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是谁 这么大摇大摆的走进来咯 哎呀 身旁硬了是不是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我怎么这么晚了 什么教室啊 都还没有做 然后还有很厉害的是 我觉得你们把 有些人把角色的说话方式 还有角色的性格 个性 都弄得很有特色 就是很有记忆点 所以我到现在还有一些角色 我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 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希望在未来的路上 你们可以在表演的路可以继续学习 因为表演是学不完的一条路 那小朋友在短时间内一个魔鬼训练营 他们大概体验到的是一个人际之间的沟通 然后团体之间的合作 那他们去体验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然后今天他们需要突破这个障碍 然后看到没有到人群 但是在看到观众席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需要鼓起勇气 那这个第一步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光是这个第一步的勇气 就是他们今天需要得到的能量跟礼物 这样子 这么年轻的小朋友就有这个机会 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剧场的人才培育 我真的很感谢故事工厂 那也很感谢我们的明星讲师们 对 因为我觉得在小时候 然后就可以去学习肢体的表达 然后去探索整个感官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机会难得的事情 那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经过六天的这样丰富的课程的洗礼 我相信同学们 他们不管是在肢体表达语言上面 或者是在对于这个产业的了解 甚至是在于感知他人的部分 都有非常棒的收获 那我们也很感谢今天 有这么棒的导师群跟评审群 包括故事工厂的整个团队 带给基隆这么棒的课程 透过首次的表演营队课程 让外界看到市府相当重视表演艺术与人才培育 也让参与学子 有机会认识剧场的幕前幕后 开启视野 可说是一次相当难得的学习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喧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阶楼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感谢观看 從中國來 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這樣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台灣精神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這是寶 基隆有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寶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9月7號全國萬人大箭頭 我們目前已經重複到了 六台山陽機車 60台的變速腳踏車 大大小小700樣的 魔材品 歡迎前世的市民 大家一起來見總 9月7號 歡迎大家來見總 耶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為了要提升市民媒體的素養 並推動產業轉型 特別與基隆市產職業企業總工會合作 共同舉辦 AI新時代 Chat GPT 能力訓練計畫的課程 提升市民的終身學習素養 市府與基隆市產職業企業 總工會合作 開設AI新時代 Chat GPT 能力訓練計畫課程 操作 跟使用GPT 我們自己本身 要對於我們自己想要提問的部分 要具備一定的辯證的能力 也就是我們需要對於它的內容做什麼呢 除錯 然後再來呢 糾正它的錯誤之後 希望它可以給我們更完整的一個這樣子的回答 培養使用者給予正確的問答模式 從基本的操作概論 GPT的模型眼鏡及對話設計等 共24個小時 課程一推出隨即秒殺 這個課程也是謝市長 非常重視產業轉型 還有市民學習技能的提升 那透過教育處 我們來精心跟產業工會這邊做合作 那做設計的一系列的課程套組 所以第一梯次其實報名非常踴躍 我們即將再推出第二梯次 那希望能夠透過AI跟數位的學習 協助市民無論是在 未來在生活上或工作上面 或者是在學習上都能夠趕上這個數位時代 趕上數位時代 培養市民科技應用的能力 市長謝國良在開課第一天清零現場 表示也很想來上課當學生 這個時代變得非常快 天氣氣候也在變化 我們使用資訊跟生活的方式也在變化 其實我很羨慕 我自己也很想上這個 CHANGBT這一堂課 那我要等最近的視頻忙完以後 要來做下一班的學員 就是要活到老學到老 是否致力推廣終身學習素養 這一次推出的AI課程很受好評 以往我們在開課的時候 我們的學員都學得很八股 然後這個課程都很單地很無聊 但是自從我們市長 折成我們教育處 來跟我們合作 開了這個AI Chapter的班之後 秒殺報名非常踴躍 因為這個是符合時代的潮流 而且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上 非常有意義 科技有能力的培養意義非凡 也讓市民能在面對未來挑戰時 走在時代的前端 第二梯次為6小時的線上課程 將在9月27號開課 市府鼓勵有興趣 且涉及金融的市民朋友 踴躍報名參加 一起 用心學AI 一起提升自身科技素養 為未來職場競爭做好準備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請專業的壁畫達人 畫出懷舊風格的王美牆 一來美化環境 二來也行銷七獨的美麗和魅力 歡迎來七獨大戲院看電影 不但七獨大戲院重新開張 巷口的甘巴店 也重新展現在大家眼前 這是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發想 利用新服務處旁邊鄰居家的鐵門和牆壁 請專業壁畫達人畫出懷舊風格的老式戲院 以及甘巴店 特地邀請一群好朋友美魔女們 戴著小學生帽子 前來重溫舊夢 另外也利用圓形水箱以及電信箱等 分別彩繪出可愛的圖案 包括老式電話和舊款手機 以及汽水等等非常有創意 不但美化的環境 這些壁畫也都因為畫得相當寫實 非常吸睛 經過的民眾都會忍不住多看幾眼 楊秀玉歡迎民眾來這裡拍照打卡 一起行銷七獨的美麗和魅力 就是把我們在地七獨的這個每一條巷弄 每一個禮都有它的故事 所以把這些故事主題呈現出來 讓我們這些中老年人 這些長輩能夠懷舊 也讓我們這個老少中輕 尤其是年輕人 他們才知道說 以前我們的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阿公阿媽他們當時的一個生活 生活的一個時空背景 他們是怎麼生活的 也讓他們知道說 藉由這個整個畫作的意象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要懂得飲水思緣感恩 因為我覺得這一塊是我們中華民族 非常可貴的一個地方 也必須要幫它傳承下來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就是一個國家安定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說 藉由這個打造懷舊社區 讓七獨被看見 因為這個文化 它是帶不走的 副議長楊秀玉服務處外面 幾個月前就有一幅 特地請來有十多年經驗的 專業壁畫達人 畫出穿著美美女普裝 介紹七獨美景美食的彩繪壁畫 這次這些壁畫 則是由楊秀玉的兒子 展現孝心出資 邀請同一位專業壁畫達人 繪製而成 不論是精緻度 或是筆觸手法 都讓人讚賞 逐步落實楊秀玉 希望打造彩繪一條街 行銷七獨的想法 為七獨加油打氣 記者吳俊松 基東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華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要付出 同樣的 金黃色 再次在眼中 謝謝大家 我們有座位 接著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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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码头工人蜜语打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带引观众实地走法体验基隆的味道 社长 你被挡住了哦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有一个盆栽整洁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支撑蚊虫 不制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洁哦 我们的盆栽方会出现代替 уголов 我们的盆栽的领栽 相订